i need a little weed to fall asleep not a big deal just helps me breathe it's okay i'll work it all out i need a little sound i need a little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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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jang 咖啡到了 回去吧 下我的早饭 我做了一个煎蛋 一个肉肠 还有外卖了一份咖啡 超级棒的早饭吧 然后上午可以吃个水果 哈喽大家早上好 其实我今天呢 眼睛有一点点肿 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 其实我今天 整个脸都有点膨胀 然后我还用了瘦脸功能 毫不避讳的说 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早上大概是11点半12点才睡着 然后早上居然5点就醒了 就是我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吧 所以我希望其实是用这个vlog 有点激励自己的样子 就是其实我也很鼓励大家去做vlog 因为呢就是你记录你自己的生活 其实你会去刻意的塑造一个 你相对来说比较想要成为的人 你想要成为一个 比如说很健康习惯的人 你可能就会为了这个vlog早起 去塑造一个你希望成为的人 但其实塑造久了呢 你会成为那样的人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啊 然后包括我 我们前一阵子 YouTube上很火的就是Z girl 这个Z girl呢 就是说有一个healthy diet 非常健康的饮食 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作息 每天运动 然后积极 然后爱生活 爱自己 点个蜡烛 喝点咖啡 当然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哇 很酷的生活方式 但是事实就是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 那么我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呢 80%的时间都很快乐 很积极的一个人 当然这也源于 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家人们 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家庭环境 包括我的朋友 他们都很好 所以我如果觉得我有点不开心 我其实是会主动骚扰别人那种 就是你在干嘛呀 我最近有点 就是想跟你分享啊 跟你update啊 什么的 就是你去分散你的注意力 但是我觉得 it's okay to be like that right like if you are frustrated or depressed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不开心 我们是人嘛 有human being 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想要录一期 在家的隔离的vlog 其实是鼓励自己 鼓励你们去推自己一把 尽可能以一个积极的状态 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吧 hello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婆Lola 今天其实我是不出门的 因为我们疫情嘛 上海疫情还蛮严重的 所以就是居家隔离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今天其实要学习嘛 然后在我的房间里 如果我穿着睡衣学的话 其实你很快很快 就会爬到床上去 然后我的房间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是很容易影响 我的这个学习的状态 所以我一般会给自己 简单的护个敷 然后抹个防晒呀 然后画个眉毛 整体的感觉会好一些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学习吧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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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隔离期间也依旧快快乐乐哦 先来敷个面膜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